一、对过去恋恋不舍的人,成就不了未来,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变的,就是这个世界随时都在变,你必须相信时间的力量。 所以,请尽快从过去中走出来,释怀过去,总结过去,而不是一天到晚的琢磨着回到过去,过去的种种,对现在的你已经毫无意义,仰一仰你的头,看看前面其去的路,好好的接着前进吧。 二、人生就像杯中的酒,会喝的人是享受,不会喝的人是受罪,人不同,各种滋味,亦不同,生命中,有些人,浓烈如酒,疯狂四岁,却是醒来无处逆,人生远浅,如此这般,无数相遇,无数别离,或许不舍,或许期待,中的物,不如手桌一清心,但然而浅浅的想。 三、有的人无需再见,那些多是过客,分手了抱着微笑,离开了处之泰然,我们皆有自己要过的生活,莫在意身边喧嚣或者估计,诸多熟悉或陌生的面孔,其实与你们甚关系,在,成为背景,不在,生活亦不会更改。 我们的烦恼在于,纵欲扯上无关联的人,成为自造的人情冷暖,只要接叹与感慨,苍白了岁月和等待。 四、试图讨好每一个人,每天忙着维持一段段的关系,到最后留下来的,却不是你是图讨好的人,也不是你每天需要维持的关系。 有一个道理始终是不变的,只有自己修炼好了,才会有别人来亲父,自己是梧桐,凤凰才会来欺,自己是大海,百川才会来归。 五、人生是一条路,你走在路上碰见了不同的人,有的陪你走一段,却只有一个陪你走一生,也许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近一点,哪怕一个人生活,穿越一个又一个城市,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,眼望一片又一片天空,见证一场又一场离别,然后暖下来,于是终于可以坦然的说,我终于不那么执着了。 六、生活不会按你想要的方式进行,它会给你一段时间,让你孤独,迷茫又沉默忧郁,但如果靠这段时间跟自己独处,多看一本书,去做可以做的事,放下过去的人。 等你度过低桥,那些独处的时光必定能较量你的路,也是这些不肯陪你成熟。 所以,现在没那么糟,看似生活对你的亏欠,其实都是住院。 七、轻易满足,更轻易受伤,总有一种被固执的感觉,付出的远远超过得到的。 很固执,习惯冷战,在别人眼前笑得很开心,一个人的时候却很没落,陌生人前很安静。 朋友眼前胡闹,坐在电脑前,不知道做什么,却不想关掉它,不喜欢等待,却总是等待,经常发呆,把为什么有些东西在我们得到之后,却发现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要的,因为我们想要的只是得到而不是东西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会满足,有,慢慢才知道,太在乎别人了往往会伤害自己,慢慢才知道,对自己好的人会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少。 慢慢才知道,很多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,很多东西只能拥有一次,慢慢才知道,真心对一个人好不一定有回报,而你忽略的人往往可能最重是你,慢慢才知道。 现实如此的无奈,自己长大了,是不要这样子宽容就肆无忌惮,有些人看起来好像是原谅你了,但其实是因为你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 十一,并不是所有的痛,都可以呐喊,也不是所有的爱,都可以表白,不要过分展现你的悲伤,因为,谁都没有比谁生活得容易。 十二,如果敌人让你生气,那说明你还没有剩他的把握,如果朋友让你生气,那说明你仍然在意他的友情。 十三,这个世界,不会因为你的懦弱无能,而停下脚步。 你若不勇敢,没人替你坚强。 十四七十,人都是很贱的,爱你宠你的人你不稀罕,对你冷若冰霜的却是穷追不舍,最后饱得遍体鳞伤的还是自己。 十五,长大后,不再冲动愤怒,多半不是真被磨掉了脾气和性格,而是明白了,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装逼就有人打脸,有人说谎就有人戳穿。 所以学会了且慢些出手,且冷眼旁观,实用,做最单纯的人,走最幸福的路,我们时常会感觉心累,只是自己想的太多,我们总说生活繁琐,其实是自己不懂得品位,我们总是争强好胜,其实是自己失荣心太强,其实,人生就那么简单,多点快乐,少点烦恼,累了就睡觉,醒了就微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